作者,老谭近段以来,美国在中国南海周边动作频频,时而将航母开进南海周边区域游异,时而挑起南海周边其余内国家之间是非, 时而对中国在南海上行驶的主权保障行为指手画脚,一副世界警察和国际霸主的姿态,而今美国又以所谓中国在南海搞军事化为由,横鼻子竖眼睛对中国进行指责,无理取闹猜疑对抗,不一而足。 据海外网5月24日报道称,在日前王毅外长结束对阿根廷的访问回国途中,经平华盛顿与美国国务卿蓬佩奥据行会晤之后的记者会上, 有美方记者提及中国在南海搞所谓军事化问题,王毅外长表示, 中国在南海自己的岛礁上,搞民用设施和必要的防卫设施,是国际法赋予每个主权国家的自保权和自卫权,与军事化无关,与美方在关岛和夏威夷部署军事设施是一样的,而中国部署的规模不如美国,美方没有必要进行炒作。 此前,王毅曾在两会记者会上表示,一些外部势力,对南海风平浪静心有不甘,总想挑动是非,唯恐天下不乱,动者把全副武装的舰船飞机,派到南海炫耀武力,这才是影响南海和平稳定的最大干扰因素。 现阶段,美方对中国在南海的岛礁建设活动大作文章,出动者派出尖船力炮来南海炫耀武力,进行威慑恐吓之外,还对中国的岛礁防御能力建设夸大军事效果,释放出错误混乱的信号。 美国五角大楼发言人罗根,甚至还以中国的行为,不符合环太平洋军演的原则和目的,我们有缺凿证据表明,中国在南沙群岛的岛礁部署了反舰导弹,地对空导弹系统,和电子干扰设施为由,撤销了对中国海军参加2018年,环太平洋军事演习的邀请。 敌意更浓,中国对于南沙群岛及周边海域拥有无可争变的主权,也绝不能因为美国或其他南海域外国家的横加干预做出让步。 中国在南海岛礁上开展的和平建设活动,包括部署必要的防御设施,是维护国家主权和安全的需要,是一个助权国家自己的事情,与美国没有半毛钱的关系。 而美国却对此表现出一呼寻常的热情,说明美国对中国南海怀着不可告人的目的,也正因为美国如此做派,中国更有必要进一步加强南海的防卫能力建设,保持防卫态势。 实际上,美国在南海上的关注点还不仅仅是岛礁建设,就连中国空军在南海岛礁起降轰6K战机的正常训练。 美国国防部也跳出来称,中国持续军事化的做法,是加剧地区紧张和不稳定的因素,不知道美国在太平洋的彼岸将军舰飞机等派到南海来对南海中国造成威胁给南海,带来压力是不是不安定的因素。 也不知道美国及西方国家时不时宜维护海上航行自由,为名将航母开进南海是不是不安定因素,美国此举完全是只准州关放火不准百姓点灯的做法。 说到底,美国的这种做法完全是将自己视为世界霸主,全世界所有的国家都要看美国的颜色形式,否则就已构成安全威胁,为名进行打压。 在南海问题上,美国还在以老眼光看待新事物,以为中国还是以前的中国,没有和美国对抗的资格,只有屈从于美国的份儿,而今王毅外长的强硬表态,无疑是在告诉美国,美国一国独大的时代已经过去,中国自己的事情自己做主,不仅仅是南海问题,包括中国的其他问题,美国都不能插手了。